各位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都罗大陆》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武魂世界 在这里每个人在6岁的时候,就会觉醒属于自己的武魂 在武魂觉醒之后,就能够拥有这一段非常精彩的人生 《都罗大陆》在改编成为动画之后,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到现在为止,已经拥有了120亿的播放量 完全称了《穿世国满》当中的巅峰之作 现在《都罗大陆》的剧情已经更新到了魂师大赛 魂师大赛已经进行了一半了 只要现在的竞技赛打完,就可以到总决赛了 其实看过小说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魂师大赛的最终结果是史莱克成功夺冠了 毕竟,是唐三所在的战队,有主角光环的笼罩,讲不饮都难 在魂师大赛结束后,唐三终于创立了唐门 拉上了七宝罗雷宗作为合作伙伴,提供彩礼支持 并收服了四大单属性宗门成立了武唐 李之一族负责暗器铸造成立立唐 明之一族负责侦查情报,成立敏堂 玉之一族负责防御及建筑,成立玉堂 魂之一族负责炼药,成立药堂 把红军围抢攻系战魂师负责挑选战斗系弟子,成立战堂 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好担心的,这么多天斗皇家骑士足够应付他 更何况每个学员还有带队老师呢 李欧荣对于唐门来说其实是个特殊的存在 他是寄帮度立宗的下一任宗主 唐三让他管理唐门财物,就让人忍不住幻想了 又不知道唐三真的是信任荣荣 还是以后想要收复七宝的立宗,其实史莱克院长弗兰德那么爱财 为什么不让他来管理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李欧荣暂时还不会接管中文 在时间上比较充裕,而弗兰德正为史莱克的院长 还是很忙的,而且让李欧荣做掌管财政 一个原因是因为唐三信任他,更是因为可以和七宝的立宗 达成更好的合作,让他们发展得更好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留言,咱们下期再见